大家好 今星期港股也算不錯 也重上29500元的水平 曾經一度 但港股在今星期快手正式上市之後 一些資金亦互動回到市場 短期來說帶來一定的幫助 不過要留意下星期本港方面只有三天半市 下星期二開始北水方面也暫停 因為假期因素 所以下星期炒作味道或波動性 應該會慢慢降低假期二欲風口 短期來說會維持接近2.9萬的水平 正在上落為主 但板塊上會繼續側重在 我們方面倡議 在就地過年概念身上 見到近期一些餐飲股、零售股 或者一些網購平台的表現相當不錯 再加上大型科技股上市 其實亦觸發起大家的投資欲 相信這類型的股份 暫時都可以繼續反覆向上的形態 暫時不變 而下星期我想大家都繼續留意著 或者在接下來的時間 都要看著中美方面的關係表現 雖然拜登剛剛也有一定的演講 但其實講完之後 其實都是維持 講完之後 未見有中美破榮的情況 但惡化的情況未見到 所以這個層面上 其實對股市來說 暫時來說都是中性 所以我想都要等下放假之後 看看 未來中美關係 或者是市場資金的一個流向 會不會再次走強 港股暫時來說在後續 再次三萬點流上的機會 其實暫時的流向都高 只是大家在等著 資金何時還會重新到位 可能才有些鼓勵再拖上去 不過在最後 都預祝各位投資者 牛年身體健康 亦都是牛氣沖天 恭喜發財 交磨 對 晚安 晚安